瓜哥有一次在錄影的時候 跟我們女生講過一句話 他說男生天性犯... 對 不是 不是犯桃花嗎 反正是我們要犯桃花 一個字 你們剛剛有雅雞是不是 犯太歲 一個字 一個字 有時候你們會... 犯規 犯錯 好,反正大家心知肚明 就是有時候 他說男人都會很... 對,犯那個... 犯規 所以說女生千萬不能太快答應男生 跟男生在一起 不能輕易讓男生到手 對,一定要拖過一個月 超過一個月後 我就好,我就記起來了 所以剛好聽完大師的話之後 我就之後遇到一個男的 我就... 其實對他也好感 然後我就故意把時間拉長 然後我們就認識了超過一個月了 然後我想說好,就趁他就是 想要密集的約我的時候 我就故意就是把我那一... 就是那一個禮拜搞得很忙 我就說我今天沒有空 明天也沒有空 後天也沒有空 然後呢 一個月差不多 我故意一個月這樣子不理他 然後我想說好,一個月差不多了吧 然後我就主動問他說 那明天你有沒有空 我們出來吃個飯 你這個不就是 因為我想說要故意拖一下時間啊 然後... 那個男生一個月會這樣離你 那個男生就神經病了 知道你人生有沒有心啊 然後等一下幫你問一下Julie姐 他跟楊帆哥多久出去約會 搞不好一個禮拜 真的嗎 反正呢,我就問他說 明天有沒有可以吃飯 然後他就跟我說 我現在沒有空 因為我已經交了女朋友了 謝謝洪棠 來,洪棠 你們因為他有好感 他一定條件也不錯 太快了吧 洪棠,來,我們問一下型男們 請你拿起你的白板 女生這樣子拖延戰術 多久你們是可以接受的 一直拒絕你 是一個禮拜、兩個禮拜、三個禮拜 一個禮拜 差不多一個禮拜 所以如果你一個禮拜約他兩次 他都不OK 你就不會再約了 我會放棄耶 OK 因為他有感覺那個時間會過 你只能等一個禮拜就對了 只能一個禮拜嗎 所以你看男生其實沒有什麼耐心 對啊 你看我們有耐性的狗狗弟的時候 你又說是我們在那邊 樓下送便當給你啊 不然又是幹嘛的 對不對 對啊 只有美米最久他兩個月OK 不是,因為 兩個月暑假也結束囉 對啊 該回去上課囉 沒有啊,就覺得說 如果我今天真的很喜歡這女生 那我會去努力 因為就是 這是對台灣女生的標準 我覺得法國人可以等 因為他們的晚餐可以吃到11點 滿有耐性的,對不對 對 是最久的民族 對 等到最後你已經不餓了 也不想吃了 想說我可不可以走了 沒有還有甜點 都忘記點什麼菜 然後過半個小時才來 真的 有耐心有耐心 我是蠻有耐心 但是我之前就是學會了 不要一直煩女生 如果她真的拒絕你 我就要放棄 所以沒有她拒絕你一次 一次就不就 就不OK 我就看你怎麼拒絕 如果你說 我很忙 然後你給我一個理由 然後但是你 你同時跟我說 但是下禮拜可以 我覺得OK啊 那就等了 她沒有拒絕 她是說延後 OK 但是如果她真的說 沒有我最近很忙 然後如果我問她 那你什麼時候有空 或是你下禮拜有空 你要忙多久 她說五年 對啊 五年太誇張了 她如果說我不知道 我就覺得OK算了 因為如果她對我有興趣 她應該會自己提出一個日期嘛 對啊 所以一次就算了 那傑森呢 你那時候跟小咪有被拒絕 沒有耶 他有沒有用這個技巧 其實沒有耶 都是我反而比較會拒絕她 然後我是用 欲勤顧重這一招 才把她騙到手裡 真的嗎 對 不要顧面子講假話 沒有 欲勤顧重這一招其實很好用 因為我知道 我如果再持續去煩她的話 可能只會有反感 我反而就不打電話給她 等她打電話給我 那我知道我們要問傑克 你拒絕過別人幾次 多到想不及 她的分層是一萬五嘛 大概一萬五次嘛 一萬五次 有很多 你都一直拒絕別人 很多 對 然後別人會一直來問你說 要不要再出去嗎 他們問我 欸 你要去這個 吃飯嗎 我說啊 不可以 我有女朋友 我有工作 我一直給他們一個理由 對啊 那他們會追求得很誇張 比如說記自己上半身裸照的 會不會有人 你已經說你有女朋友 那女生都說 沒關係 你有女朋友 我還是願意給你出去吃飯 我們只是吃個飯而已 這是不可以 不可以 因為我 I feel uncomfortable 對啊 現在是她的專訪嗎 有這麼清楚 但是我必須要說為什麼 女生會用這樣的方法 一定是之前有因為太快在一起 然後太快被得手 然後就不受寵對不對 有吃過虧 沒有 可是像我之前也是會 就是很年輕的時候 那時候就有一個男生約我 然後我也是跟他就是講說 我可能兩個禮拜之後才有空 因為最近都很忙 結果他就沒有打電話給我了 然後一直到半年以後 我在一個場合當中遇到他 其實我很生氣 因為其實我們當初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有感覺 就是對方都彼此喜歡對方 然後在... 可是因為那時候我知道說 因為可能一開始我英文不太好 因為他是個外國人 所以我在電話裡面講話可能 就是讓他覺得很冷漠吧 然後後來就... 有時候應答不是那麼流暢 對,然後後來在半年以後 我就遇到他 然後我就很生氣的去跟他講說 你為什麼沒有在打電話 所以這半年英文已經練好了 然後就比較好一點這樣 沒有,因為就見到面的時候 跟講電話是不一樣的嘛 然後他就說 我以為你拒絕我 我以為你不喜歡我 所以我就不敢再打電話給約你了 對,他沒有說錯 他也沒有說錯 他...可是並沒有啊 我有跟他講說 兩個禮拜以後 我們就可以約出來見面 但是他覺得是我不喜歡他了 他覺得你在推測 用一個藉口 對 中間你有沒有打給他 或是一直跟他聯絡 然後我就跟他講這兩個禮拜很忙啊 對啊,我就沒有 你喜歡的男生 你兩個禮拜你一點時間 都沒有打電話給他 超過五分鐘 打個電話就可以了啦 可是就是... 發簡訊嘛 就是要故意稍微拖延一下 也才兩個禮拜 那是... 欲情顧重心 對 那你再見到他的時候 他是一個人嗎 他一個人 所以後來我們有在一起 因為他就覺得說他真的... 他就說他覺得他自己很笨啊 為什麼不再打電話給你 他也有在想說要打給我 我們做這個工作 常常就是一忙一兩個禮拜 正常啊 對啊,所以男生也不要為了這些 所以那個男的招是對的 沒有打電話給你 反而會讓你開始多想 如果他一個半禮拜就打給你 就會... 不是跟你講 兩個禮拜就打來嗎 應該沒有那麼氣 不會那麼生氣 對 所以他撐的是對的啊 對不對 有鼓氣比較好 我之前就是在很年輕的時候 然後就是遇到一個 滿有好感的男生 就很快速的跟他交往了 然後是交往後才發現說 他年紀比我小 因為一開始 我在認識他的時候 我以為他年紀比我大 因為他整個講話啊 談吐什麼的 都很成熟 年紀比你小不OK嗎 這個也OK啊 我老成我七歲耶 對 講了一步很誇張 那時量比你小的話 那應該也會拒絕吧 那時候會聽很多朋友說 不要交往年紀比自己小的男生 會比較幼稚一點 然後 沒想到碰到了 可是也在一起 我想說 好吧 那就順水成舟就在一起 然後 果不其然在一起 沒到半年左右 問題就開始發生了 因為後來才發現 他其實很幼稚 他還沒有長大 他一開始前面的成熟 都是裝的 他就是為了想要在我面前 表現他很成熟 然後到半年的時候 他就破功了 裝不下去了 半年也夠了啦 就是幼稚 幼稚的一面 你們半年真的也該夠了 幼稚的一面出現了 好 幼稚的原因是 有一天我跟我 跟我男朋友說 我要出去我朋友生日 要去唱歌 然後我說你要不要一起來 然後他說不要 他今天不想出門 我說好 我說那我要出門喔 他說你今天不能出去 你在這裡陪我 我說為什麼 他就說 我今天特別想要你陪我 我就說 可是我其他天 大概六天有在陪你 這樣不夠嗎 他說不夠 我今天特別想要你今天陪我 我就覺得很幼稚 他因為年輕啊 他要給你驚喜會不會 不是 他只是不想我出門 他不想我出門 還是他已經 吃完了一些可以健身的藥 對 而且年輕綠色的 對,那個時候對不對 男生們的意思說 你後來沒有餵飽他 之後再出門 年輕不會長那麼痛 像我之前有認識一個女生 我認識了大概三年的時間 我們就是好朋友 後來我們變成在一起 然後在一起兩年 然後就覺得後來發現 其實我們比較適合當朋友 你們在一起兩年之後 才發現比較適合當朋友 對啊 對啊